今天有企業工作 那後來自己創業 然後來分享這些概念 好 這這邊有用嗎 是不是 真的啊 這是我太需要 不好意思 因為我活動不是太好 所以如果有聽不到的話 你就盡量往前做一點 我稍微先來介紹一下 我自己好了 其實在座好像並沒有台大的 所以 謝謝可愛的學妹們 學弟有嗎 喔有有有 好有帥一個學弟 OK 對 其實當然有人問我說 我想要走金融 可是我念的背景可能不是 跟金融相關的可不可以 Basically I give you a definite answer Yes OK 因為我自己是化學系畢業的 然後 學系 I love 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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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好 然後Basically 我跟你講念什麼 你們現在在場每一位同學 你們念什麼都沒有關係 跟你的人生將來要做什麼都無關 重點是你想要幹什麼 這才是最大最大的關係 我大概剛才進來之後 最高興一點之後 我突然大家談的話題什麼 都讓我想到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或者是我現在也還在關心的事情上 那我如果要形容我自己的話 我給我自己那個兩分鐘 雖然兩分鐘已經過掉了 討厭 就是我就是一個 我自己一直都還以為自己是年輕人的 資深年輕人好不好 對 那 所以Basically 我金融業的經驗其實20多年 我是City的M.A. 對 然後因為我後來是去西北念 念IMC Integrated Market Cooperation 那我回台灣 那時候他們問我說 What do you know about banking? 我就跟他說 Oh nothing 然後人家就硬要害人 那你沒辦法對不對 所以我 Banking是誰關係 OK 我tually很enjoy我在banking industry 這麼多年的時間 那我是一個喜歡金融的人 那可是我一直都選擇Consored Banking 因為我愛人 那所以你想想看金融這件事情 如果跟人都沒有關係了 那我們還在幹啥 你懂我的意思 如果我們搞的事情都是那些 我怎麼算計一下人家 把人家的錢到我口袋裡 那有什麼意義啊 所以這其實是最重要 我為什麼一直選擇Consored Banking 我自己也認為 我自己在Consored Banking 在台灣是有一點小貢獻的 所以你們在做 你們只要上網買東西啦 能夠用到 像人家會問你說金融卡 只要刷卡的時候問你不要跟其付款啊 Basically那也是我發明的在台灣 你可以到Amazon到現在 我們可以問文賢對不對 Amazon就不會問你說 要不要分其付款 There is no such things 因為是我們在台灣 Proprietary budget的 所以我見證了台灣整個 特別是Internet Banking Digital Banking的整個歷程 那我也做了第一個 亞洲第一個Digital Banking 那時候HSBC Direct 所以反正就很愛搞新東西出來就對了 那只是說我覺得還不枉費 被自己在這個產業當中站出來 然後自己覺得說 你看那些都我有做一些東西 那些是我雖然我是幕後英雄 然後也不認識你 可是Basically我們在物質名上 可以偷偷的自己寫啦 你知道嗎 對 我去年從遠東銀行 我是遠銀的Consored Banking Head 個人金融事業局的頭 做了也七年多的時間 經歷金融海嘯的過程 然後可是我在去年決定出來自己創業 我一定要講為什麼 那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 我其實現在投入的是P2P Banking 這一塊在台灣可能大家都還會覺得很陌生 而且以China的例子來講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Gosh 那個叫做鎖片集團 就是糟糕 對 但是我一定要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關注這個產業 而且千萬不要覺得那跟你沒關係 這跟你可有大關係了 好 我先問大家知道Fintech是什麼的舉手 OK 不錯 But still have a lot of hands沒有舉起來的地方 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是有很大的關聯 各位有聽過佔領華爾街運動嗎 雖然那時候你們可能還高中 對不對 有一些 可是這個運動是在2011年發展的 可是他跟其實2008金融海嘯有非常relevant的 我自己經歷金融海嘯甚至收拾了非常多 當初雷曼的案子的那些trouble case 你們都不能想像 我們的主管機關是多麼厲害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們這些銀行的副總理說 叫你們來開會 開會後把門一關扶起來說 啊 你們跟這些自救惠而同的人 你們就自己搞定吧 你知道就是這樣子的做法 這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我順便 我不太應該要分享那麼多這些事情 那應該是下來講齁 但是 basically just let you know說 金融海嘯事實上給了我們所有的全民 全球的人民一個機會去看金融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發生金融海嘯 at least在那個時候 你們都一定有傳過這種說幾分鐘懶人包 看懂為什麼會有次債危機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會有金融海嘯 but actually他重新做了一件事情 包括我自己金融業的就是 就如同我剛才跟各位分享 I have no idea what banking is doing 對不對 我一點都搞不清楚他們在幹嘛 我就進去 我只覺得說反正都好大嘛 對不對 然後跟政府一樣嘛 大大大然後一定是好 但end up maybe大不見得好 你知道嗎 所以that's why很多在經過金融海嘯 大家花一些力氣 同時資訊越來越發達 就像大家會整理懶人包這種東西 突然發現溝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我進行銀行的時代的時候 我事實上試圖去搞清楚 到底銀行在幹什麼 然後也去跟我的前輩們去問說 到底那個這個是到底在做什麼 金融到底貨幣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你會發現很妙的事情 大家只會給你一種眼神 表示說這什麼好問的 對 進來就做對不對 這種意思 然後就會覺得告訴你說 這就是這個產業高深不已就對了 你高深莫測 shut up 這樣子 對 but actually 那不見得是一個right attitude 也就是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到金融海嘯之後 你如果各位如果對賓太幣不瞭解 請你們可以上網去YouTube去查 現在非常非常多的資訊在講說什麼 How banks is working 然後Banking的這個How banks makes money 然後我們的這個inflation的真正來源 然後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哪裡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還有人會寫什麼 那個還會做什麼經濟學EO101啊 你們重新去看 那大家挖出來的東西是什麼呢? 挖出來的東西發現 我們既有現行的金融體制 不管是monetary就是我們貨幣體制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銀行體制 跟我們在你們學校裡頭學的東西 有非常大的落差 這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它的確有它的實際上制度面的瑕疵 而這個制度面的瑕疵是一直會 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的再發生 而這個東西發生的時候 誰要來扛這些東西呢? I'm sorry就是納稅人 所有的test players你們就必須吸收 而且這個狀況已經延燒到 已經幾乎你可以看得到 2008之後到今年 你們大家都知道負利率兩個地方 一個是日本一個是euro 而且你們可能不知道 如果最近有在看 Gloomberg這些關注的話 也知道英國正在打算 退出歐盟的聯盟 這個意涵是什麼? It's going to crash again, okay? It's again and after only a couple of years 這是非常恐怖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就是他整理的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所以其實為什麼後來會有 這個佔領華爾街 事實上動員了那麼多個國家 其實是因為這些組織 他們在海嘯之後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料整理 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的制度有瑕疵 有問題 而且他所造成的問題就是不公平不公義 那這個東西不公平不公義的結果 利潤人家收不好意思爛攤子 test payer要拿 好 那這個是這個事實上這個運動 我順便讓 這是他們當初運動的時候的這個海報 就叫你要bring tent一起來 帶著那個對那個就是 你知道tent就是帳篷 對對對 就一起到某個地方去 好 那他的問題點我只講幾個點 因為我時間真的沒有辦法夠 好 第一個他發現了幾個核心的問題點 也希望所有人都要知道 第一個大家現在全世界的國家 都走向了fier currency 就是房金貨幣的方式 他不再與今天所有的黃金 或者是有價的東西等值 換言之今天這一定會有不等值的時候脫鉤 意思是說你剛才很努力很努力的 你覺得我好不容易賺到我人生的第一個黃金 對不對 好 一百一百管他的問題 約貨等於一千塊錢的黃金好了 那就是等於一千塊 等到你要拿去花的時候 你發現他已經沒有辦法是等於一千塊了 再也買不到那一千塊的黃金了 然後你只能眼睜睜的突然買到 只能是一個可能突然只能買到一塊巧克力 你知道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你理解嗎 然後就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銀行當中銀行體制也有瑕疵 銀行當中的存款也不等於錢 也就是說其實銀行照顧裡頭的這個 所謂的credit 他事實上是給你一個credit 然後他寫說我欠你錢 所以你的存責叫做什麼借據 就是銀行欠你的錢你知道嗎 那而他拿到這個錢之後又做了什麼呢 好 再來這個就是所謂的money multiplier 在座有一些經濟系的 我順便問你經濟有上過的先舉手 OK 請教你 你只要給我一個one major reason 造成今天我們會通貨膨脹 然後貨幣貶值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先不要看我上面的 對 對 你可能會很模糊 大部分我們經濟學就講了一大堆 公啊 虛啊 什麼啊 怎樣 然後就突然頭很痛對不對 對啊 誰知道現在公哪裡多了 誰哪裡虛哪裡少了對不對 money supply Exactly That's the key 當money supply過多 為什麼money supply過多 That's the key 今天其實就是因為商業銀行的運作模式 當中他是有瑕疵的 他是嚴重的瑕疵 他的瑕疵就是當你把第一筆錢拿進去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把第二筆他的 因為他給了你 他要給你利息嘛 所以他一定等要把錢賺回來 所以他把剩下能夠放錢全部放出去 所以這時候就剛才有講到這邊 我有一個理論就是說 因為各位應該程度都很好 可以來講一下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像他會有所謂的存款準備率 所以存款準備率是不準動的 那剩下的錢他全部就把他放出去了對不對 放出去放到B銀行去 B銀行同樣的狀況 他又收到了存款人進來的另外一家錢 然後存到這個錢比方說100塊 然後就變成先由九成放出去 九成放出去到第二家銀行 他又要八成一又要出去 八成一出去再放再放 意思放到他沒辦法放為止 這種東西的造成的效果 也就是剛才講到了他會製造出money 他就會makes money 所以以這個他們有個叫money multiplier的計算方式 也就是說到底銀行能怎麼樣的去創造出錢 也就是準備率分之一 那以台灣來講約莫就是10 事實上比這個還要高 因為10%只有是我們一般這個活存定存 和那個其實還有點差別 還有外幣 外幣現在根本幾乎不用停存 OK 好真糟 我先講到電業流行三樣三分鐘 對 然後So there's a 就是有一個經濟學者 這個是英國的經濟學者叫Warner 他已經去算出來 在2005年他就算出來說 當時的市場流通的貨幣量97% 都是銀行照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處 好處跟壞處 好處的時候是說當經濟我要擴張的時候 幾次往上走的時候沒有錯 他就可以說大家都相信那些 只要在這個記帳只有第一筆錢 是真正的賺出來的錢 後來的人都是在帳面上以為他有那個錢 這10倍的錢裡面大家都認為有那個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我可以好好的用他來發揮嘛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錢又去派了工人 我又去開發什麼那是好的狀況 當經濟往下循環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他就有10倍的Crabby的效益要你償還 而這是沒有辦法絕對不可能能夠符合的 就是說你就只有第一筆錢是真正的錢嘛 你後來都是一個膨脹假裝每個人都相信的 一個psychological的effect 所以他一定還不出來 可是當bank還不出錢來的時候誰負責 又是test payer 臺灣的經濟我自己的過程 像我自己在遠零的時候我也買過慶豐 所以當時他就是RTC接管的 其實臺灣有非常多的 各位都不覺得怎麼樣 是因為說RTC接管就是中央存保拿出錢來 中央存保的錢是誰的錢呢? test payer test payer是from who呢? 只要不是以為自己沒有再拿出錢都OK嘛 而實際上自己說為什麼我們的這個 為什麼赤字我們的這個國家的這個 這個books裡頭 事實上現在越來越糟的狀況 所以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理解 今天fintech當中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再講一頁好不好? so there is the fintech fintech就是為了要解決體制上瑕疵 體制上的問題 不管是你們看到的Bitcoin 或者是像我們P2P lending等等等等 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第一個 讓金錢回到simple的這種人跟人之間的 我今天有一筆錢我借給你就只有你能用 不會說你再拿去就用 假裝大家每天都相信自己有這筆錢 那Bitcoin也是解決類似的問題 那我不要去提其他的 我先提我今天講的P2P lending都還沒講 那基本上當個人跟個人之間 本來就是人類基本的行為 社會當中本來就存在這樣子的東西 只是當時我們會有幾個問題沒辦法解決 誰可以信任到誰可以去放肯給他 到底要多少利息才是一個合理的報酬 萬一被導賬怎麼辦 那後來銀行就就站出來說太好了 你剛剛有沒有三個問題 我來我來我來對不對 I can't take care of that I do it 所以他就風險管理 所以他做出說這個不能放這個這個可以 好 定出利率 他做出risk的一個projection 他去做出風險的一個預測 因此當我剛剛講了 有人問我說如果不是那個本科系的話 想要充實跟基金有關的話要 或是要進金融相關要這種 等一下可以用我的另外一個5分鐘對不對 好 然後so你們可以去學risk management 是一個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bit data當中 還有statistic事實上仍然是非常重要 雖然現在bit data的方式 他的analysis的方式 他不見得是用統計的方式來進行 可是他的concept is the same 都是在project今天真正的導賬率有多少 所以風險管理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核心的一個基本的東西 不管你有沒有念過經濟 如果你想要走上金融這一塊 你一定要理解做金融的人 沒有人不講這兩個字rease and reward 這兩個字你拿出來你就知道你是行家 就是有入行的 其他沒有 對 這個就不行這樣子你懂嗎 所以rease and reward是最fundamental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對呀人跑而怎麽band呢 所以你拿來做債務催收嘛等等 那銀行之前就就站出來說我可以我可以我來做吧 但是I'm sorry你 我就給你訂存就存款就好了對不對 那我就讓你完全保本 可是我就當莊家 我來收到這整個所有放款的利潤 所以他賺的叫做利差 利差 所以他就是放款利率減掉存款利率 就是他的能夠賺的利潤的margin 就是我們在金融裡頭我們會叫做spread 我們不用margin這個字我們用spread 所以這是interest spread 那你們一定聽過一個字叫做 銀行在利潤不好的時候或怎樣 他就會說我們要來扣大利差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你剛才報紙上也都寫過很多次 請問你怎麽擴大利差 這樣利存款的利率 可能嗎 你有別家銀行在眼睜睜的在等待那個存款 你覺得可能嗎 可能比較難對不對 那那只能怎麽辦 好 存款 Exactly 所以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台灣就是為什麽到目前為 這也是為什麽我會跳出來做p2p lending 的一個原因 在台灣就有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不完全不讓這件事情透明 因為當你要能夠做擴大利差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能讓你知道你真正的適配的利率是多少啊 我讓你知道了以後我怎麽擴大利差啊對不對 我現在不行的時候我一定是擴大給某個人嘛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你們現在還年輕 可能單客偶爾應該也會接到有電話說 小姐請問他你們有沒有那個 對有沒有需要對不對 貸款啊我幫你轉貸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賠你多少錢之類的 你想想看打電話你立刻有的那種人 一定是平常就有貸款的人對不對 可是他卻可以給他說我現在給你一點多p 轉貸過來之後然後在後面再變高一點點 類似這種東西那你想想看這種客人 跟一個平常並不會貸款有需求的時候 突然想要去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是給我們這種人一點多p呢 大部分你們去民航裡頭的時候 他至少就跟你講3%5%甚至6%起跳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信用好還是不好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當你信用不知道你是好還是不好 你如何管理你的信用 請問在場覺得自己信用好幾歲一定全部啊 對不對一定全部嘛 但問題是說當你不知道 那你們請問你們認為你們上民航去借錢的時候 他都會給你2、3%的利益嗎 還是你沒看人家那個 人家地保都買的是1、2%就可以了對不對 你覺得你是哪一種不知道怪了 那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要不要讓銀行卡在中間 他雖然做了這三項事情 可是不要讓他把這個利潤全部吃走 同時還有空間讓信用不透明不對的 我們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改造 我們就是做所謂的也就是所謂disrupted的 這種business model 這也是P2P lending的一個起源 意思是說沒有關係 你想想看剛才講的這三樣東西 這三樣東西沒有一件東西需要留在銀行 要有license 沒有一件 今天做risk management by consumer banking 當我們我那個年代進金融業的時候 第一次的算是第一次的金融業的工業革命 我們就有能夠做這個consumer banking 不需要我認識你 我也可以放款給你 我也可以發一張信用卡給你 因為我知道你大概導賬率多少 然後那也可以做到這個定出這個定價 也可以做這些 那我為什麼需要有個中間人 能不能讓今天的金融銀行的機構退位 變成只是一個服務的提供者 而讓真正的我們在談互利這件事情 讓金融回到真正的一個最根本 也就是互相幫忙 讓大家的利潤回到該給人的人身上 彼此之間 讓他是知道他的信用是如何 因此他應該有的一個定價是多少 他也知道他的這個對等的這個風險有多大 因此他的利潤也很明白 可是透過這個風險管理機制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當銀行家 這大概就是我們P2P lending在做的事情 今天時間真的太短 我沒有辦法講太多 對 大概因為我的20分鐘都到了 對嗎?好 謝謝